今天上午,有媒体曝光了韩国男团ICOM成员BI在2016年与涉毒人员A某的聊天记录。 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,BI在询问A某毒品的作用和购入途径,还直言自己想吸毒一辈子。 之所以向A某咨询是因为与A某一起吸过毒。 对于媒体爆料,YG娱乐公司今天上午作出回应,表示正在确认事实与否。 将尽快作出回应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